夫君 你怎么样了 无名剑仙 你纵然举世无敌又如何 中了这传说中的折仙咒 你以后的下场会比我还凄惨 什么 折仙咒 折仙咒 是个什么玩意儿 结结结 折仙咒 乃是仙武大陆第一禁咒 咒名折仙 顾名思义 就算是天上真仙 只要中了此咒 也要彻底折命 虽然这兽皮古卷 只是我偶然得到的一小残咒 但是要你一个五圣的命 绰绰有余了 你个老六 死了还要害人 那就让你魂飞魄散 我的天啊 居然是传说中的折仙咒 传闻此咒乃是最霸道 最歹毒 最恐怖的诅咒 没有之一 贼老天 我泰拳圣地的无敌剑仙 刚刚出世 你就要让其黯然身云了 可恶的圣魔老祖 死了还要坑害剑仙前辈 夫君 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解咒 不行 折仙咒力已经扎根于我的肉身神魂上 除非连我的肉身与神魂一起泯灭 否则根本无法去除咒力 夫君 那这该怎么办呀 别急 虽然传说中的折仙咒号称无解 但毕竟我中的只是一脚残咒 应该是可以解除的 只是需要点时间 对了 太玄圣地有一藏书阁 阁中收录着天下各种书籍手闸 包罗万象 里面兴许会有折仙咒的解咒之法 那夫君 你等着 我这就去查看 折仙咒 我就不信你真的无解 万法阁迁道失败 此地道运已消耗一空 哎 经过十几年的迁道 圣地各处的道运都逐渐被消耗一空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池又欲打头疯啊 不过 与这折仙咒对抗的半载以来 我的肉身与神魂不仅没有枯竭的征兆 反而凭空暴涨了一截 是折仙咒的问题 还是因为我有太古见仙之体的问题 亦还是两者都有 算了 不想了 就我现在这种状况来说 兴许也没有那么糟糕 老婆 我回来了 夫君 怎么办 这半年以来 我已经将藏书阁所有古籍 手扎翻看了好几遍 并没有寻到解咒之法 老婆 不用再寻解咒之法了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因折仙咒衰弱 反而觉得状态越来越好了呢 你就别宽慰我了 这半年以来 虽然没有寻到解咒之法 但也算了解了折仙咒 中了此咒之人 并不会立即毙命 而是在漫长岁月中 一点一点损坏舞者的根基 你之所以现在无事 那是因为你的武圣根基雄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血气神魂定会不断衰弱 直至沦为非死即残的下场 呃 应该不会吧 夫君 我知道你对折仙咒有些绝望 但千万不要灰心 我一定会寻到解咒之法的 啊 这 呃 老婆 实不相瞒 这折仙咒实在太恐怖了 我的确感到有些绝望了 想来用不了多久 我便会身死盗销 就是不知道 临死前 还能不能得到老婆承诺的奖励 啊 你这色胚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便为你兑现奖励 什么人胆敢擅闯我太玄圣帝 我的天了 武帝 这些人都是武帝 怎么回事 哪里来的这些恐怖强者 难道又有魔道之人前来寻仇吗 你是此地长教 不是 我乃圣帝长老 那且问你 你太玄圣帝 有没有一位名叫令清仙的女子 令清仙 没有 不过却有一个骆清仙 骆清仙 前任国母姓骆 那就对了 去把你口中的骆清仙叫出来 不 还是本统领亲自去看看吧 阁下且慢 骆清仙乃是我太玄圣帝长教女帝 阁下还未曾表明你们的身份 岂能让你这般进入 哼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拦本统领